台中南屯万和宫每年妈祖圣诞都会上演自信系 相传下来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 其中陈信神明会组织协工纪 依然维持当年创立的175分会 从清朝时期一路传承下来 希望能够办理正式的合法团体 但是碍于年代久远资料保存不易 因此透过地方明代的协调 希望市府能够协助申报为合法的神明会 泛黄的记载资料一字排开 从破损程度大约可以窥见年代久远 来自万和宫成信的神明会组织协工纪代表 向相关人士出示证明资料 希望透过地方明代的协助 能向政府正式申报神明会 将这项传统的文化继续延续下去 万和宫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他们延伸了他们的自信系 叫做成信的大叫协工纪 已经100多年的 他们的自信系演变了一个神明会 这个团体又不能让它不见 因为它是一个很悠久的文化 但是你这些资金收来 又不能正式的成一个 正式的团体在银行存款或者是报税 那这个团体将来何去何走 就造成很大的困扰 每年妈祖圣诞 万和宫上演自信系的传统 已经持续将近200年 其中诚信协工纪 成立之初 每汇份出二元龙营 购买妈祖惠田五甲鱼 和一间房子 汇份固定一期五份 而这样的传统 从清朝一直延续到现在 碍于先人不适自 原始的出资及会员记录 并未保存下来 加上年代久远 有些资料保存不易 迟迟无法核报为正式的合法团体 我们能提供的 已经提供到40几年 民国40几年的东西 也有30几年 20几年 也有清朝到大政日据 都断断续续的东西出来 那只希望说 给我们成立正式的 神明会还是什么 让我们继续把这个神明会 花扬光大 让那这个文化的遗产 继续传流下去 经过多方协调之下 相关单位先请诚信协工记 减负申报书 推举书等证明文件 到市府民政局审查 因为没有组织成立时 成员或出资证明等原始文件 民政局表示 将会审着申报人提出的 佐证资料 看看是否能认定证明 记者陈昭安 台中采访报导 遥现身体也放在